巴西猛将KO率高达100%还自称同头铁壁 结果惨被蒙国东乱拳暴打 开局一拳差点将老外KO 好的 观众朋友们 今天这场中国与巴西的比赛正式开始 红色短裤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蒙国东 另外的那个就是来自巴西的维克托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动人心 两位都是KO率非常高的选手 可以说是中国KO王和巴西KO王的经典对决 那么这场比赛之前 维克托也是非常的不屑 因为他觉得 这个世界上能被称为KO王的只能是他 还大声呵斥蒙国东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和我比 等上了擂台 我要把你的骨头一块一块的打碎 蒙国东当时一句话都没说 但他对此的回应就是这一拳 我的天哪 刚开局就打得这么精彩 看来看你这个巴西选手赛前一副嚣张的样子 现在还能嚣张的起来吗 他也是KO高手啊 但是呢 比不过蒙国东的重拳 刚才双方拳了好几个重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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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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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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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